Hello 大家好 我是麻油 上次拍了一條金像獎的影片 很多人都有留言說 想我多拍一些有關衣著點評的影片 剛剛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就來到 就是Matt Geller 他就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的一個慈善晚宴 他們每一年都有一個主題 上年就是Heavenly Body 今年就是CAMP 整個Geller都是圍繞着Fashion這個主題 所以所有的大品牌或者是藝術 他們每一個人都希望可以做到紅地毯上面最爆的一個 他們撥到的捐款全部錢都會撥到這個服裝的研究所裡面 就可以支援更多和Fashion有關的展覽 那我們現在開始就先講到今年的藍妝 因為今年的藍妝都非常有看頭 所以我們現在立刻去片啦 好了 首先我們就要講小丑Gerletto 他就穿了這個Gucci的衣服 他最CAMP的元素就一看就知道是他拿著的這個人頭 這個人頭呢在Gucci的Fashion Show裡面 他們也有 Showcase 到的 他們就3D Rendering了他的頭 打印了一個立體的一個頭形出來 還有你看到他穿的一身的紅色衣服 再加上這麼多的珠寶的一些body accessories 配上他這個這麼man的面孔上面 其實有一種很大的衝突性 是非常之有美感的 我自己覺得 Next 今年的主題是CAMP 其實CAMP是關於戲劇性和劇性的 那個線條可以是很誇張的 其實是介乎於誇張和搞笑笑笑的一個中間點 然後想講的就是Sean Mendez 講完這個主題之後 你看看他 這件衣服的Tailoring雖然是很漂亮的 但是真的完全不適合去這個場合穿的 帥哥是帥哥 但是一點都不適合他的主題 所以下一個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Harry Styles 他穿著都是Gucci的 因為其實他今年的身份是co-chair 所以我本身對他的期望都很大 雖然他有很多透視 他的身材是很看的 我覺得在一個co-chair的身份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會選擇一些更加誇張 更加飛來飛去 好過是這個選擇 下一個 之後要講的就是Billy Potter 那他簡直是非常Camp 他開放進去的那條Pink Carpet 他有六個人這樣抬著 他好像印度皇帝一樣 而且你看到他穿了地後 他打開好像有雙翅一樣 他穿了The Blondes的collections 跟一個Giuseppe的鞋子 哇 那個感覺簡直是做Camp 太有霸氣了 我覺得很適合主題 下一個 接著就是我半個偶像Kiny West 大家都知道他是潮界的潮神 有出Easy 有做衣服 又是Kim Kardashian的老公 很多東西就是No.1 這次他穿了Dickies 個人覺得他一定是很知道的主題是甚麼 我就會覺得他可能真的選擇的衣服不適合他 所以他寧願簡單到不得了 而不要讓人覺得他特意試試但不漂亮 我不知道 好 接下來就是Henry Golding 穿了Atalia Versace的這套幻彩西裝 不出事的一定適合主題的 都很漂亮的 據我所知應該是第一次參加Maggala 都尊重場合的 還有都是好看的 但就不會是整晚最爆最厲害的那個 但是說手工啊 或者是整個Fabric的選材 都是非常漂亮的 下一個 接著下一個就是Gucci的設計師 簡直好像Gucci本人 他這個反光的Fabric 再配上他胸口前面的這一塊Ruffle 真的超級Dramatic 再加上他的Accessories 這麼女性化的衣服的細節 加上他這個耶穌的頭 再加上他Bassol 簡直是 好… Dramatic 接下來就是美國的名監製 Ryan Murphy 他穿了Christian Siriano 我覺得這個衣服非常漂亮 手工也非常好 我覺得如果我有幸拿起這件衣服 我一定會看著他十分鐘去研究他的手工 我覺得看上去的感覺好像一個真人版美人魚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香港人穿的話 我覺得Wyman穿的話 效果會比他穿更好 接著就是Kinan Lonsdale 他穿了Manage Aurora 你看到他穿了一個螢光的body suit 配上一個shocking pink的頭 接著就是他用蝴蝶製出來的裙 我覺得是很優雅的 雖然顏色是很重的 但我覺得如果形式可以再誇張一點的話 就更加好 下一個就是 Dr.Strange 雖然他是一個這麼正經的演員 你會看到他穿了Levazer Wolf的白色衣服 你看到他戴了紳士白色帽 他也加了拐杖 整個感覺是很尊重場合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雖然他這件不是我眼中的最愛 但是我覺得看他這個樣子 也覺得他是勇氣可嘉的 所以我覺得值得一讚 接下來就要說我的最愛 就是Estra Muller 剛才第一個說到Jerlett 拿著他的人頭 但是他更厲害 他把他的臉拿了出來 接著再加了一個特效的化妝 令他的樣子好像重複了 接著再加上一套Burberry的禮服 再加上一個好像Diamonds的一個corset 他的鞋子全部都是很細緻 然後用石去做 整個整個整個看法是由頭到腳尾都是配搭出來的 這些細節呢 其實全部都要量過 算過 不是說衣服很漂亮就可以的 你怎麼站 你怎麼擺衣服 都會影響到你出來的照片的感覺 那大家都去看照片 好了 現在就說完男裝了 到你們最期待的女裝 不好意思 這條影片只是說男裝 如果你想看女裝的話 嗯 好吧 如果我下面訂閱那個位置 足夠一萬個訂閱的人的話 那就拍了女裝給你 我等著你訂閱 滾下去 滾下去 按了沒有 那拍一萬個訂閱的人 就拍了給你看 對啦 那今集呢 到此為止 那如果你們呢 有些什麼留言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也可以告訴我 這麼多個明星裡面 你最喜歡哪一個 或者有哪一個 我沒有說到你都很喜歡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這條影片 留言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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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